戴尔在美股市场周四收盘以后公布了该公司截至2019年8月2日的2020财年第二季度财报 报告显示戴尔第二季度营收为234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的229亿美元相比增长2%净利润为45.05亿美元 相比之下去年同期的净亏损为4.61亿美元 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净利润为17.51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的12.59亿美元相比增长39% 财报发布后戴尔股价盘后大幅上涨9.04% 报50亿美元每股